大家好,我是日日美味小时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街头小吃麻辣烫的做法 味道麻辣爽口,口味独特,又香又好吃 做法呢也非常的简单 在家做麻辣烫呢可以多种食材任意搭配 我这里准备了一些家里人都喜欢吃的菜 把洗干净的豆腐皮卷起来全部切成丝 每次吃麻辣烫或者吃火锅的时候呢 我都喜欢放多一些的豆腐皮 取一块火腿肠 把火腿肠切成片 提前准备两个削皮洗干净的土豆 然后把土豆全部切成片 切好的土豆片放入凉水盆里浸泡 防止土豆氧化颜色变黑 锅里倒入油 油微热的时候转小火 倒入切好的葱姜蒜 洋葱还有花椒 八角和香叶进去 用小火慢慢炸出这些香料里面的香味 小火炸10分钟左右 把这些香料炸至颜色干黄的时候 再控油捞出来 然后往锅里加入一勺豆瓣酱 再加入一小块的火锅底料翻炒 把火锅底料炒至化开 炒至红油 然后往锅里滴几粒白酒进去搅一搅 再往锅里加入水进去 再往锅里加入水进去 水的量根据食材的多少来决定 再倒入半袋纯牛奶 开大火把锅里的汤汁煮开 锅里的汤汁煮开后 再煮5分钟左右 然后分次把要煮的菜放进去 先把提前泡软的宽粉和麻辣串 放进去煮 因为这两种食材比较难煮 煮大约5分钟 锅里汤汁再次煮开后 再依次放入豆腐皮和各种丸子进去搅匀 放入泡好的土豆片 加入土豆粉 金针菇火腿肠 最后加入一把洗干净的铜薯 进去烫一烫 搅匀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今天家里来客人 所以就做的多了一些 把煮熟的菜捞入盆里面 再搅上汤汁 再搅上汤汁 花开的芝麻酱 再加入一勺蒜水 加点炒熟碾碎的花生碎 撒上香菜 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好了 咱们这个家庭版的麻辣烫就做好了 味道麻辣过瘾 口味独特 非常的美味好吃 做法简单又快速 喜欢的朋友赶快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 添加关注 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 请点击视频